由9 收睇多仁多明報530 今天是1月24日 多仁多市政府講完家地稅後 現在又說開清海外買家稅10% 難道真是如專家所說 那些沒有投票權的人 最好拿來淹? 安催的男人在醫院面帶笑容玩自拍 後面的竟然是一個等待善終的伯伯 原來男人和對方的女兒有牙齒印 唉,一人做事一人當 多不對都沒理由搞到對方家人 更何況是一個垂死老人? 一個華人家庭白交了3年熱水爐租金 追究時就變成人球被人踢來踢去 最終好像抽谷打官司那樣 投訴才受理 困擾了士嘉堡2個月的一隻火雞 昨天終於被人捉了 不過與其說捉了,不如說是救了 因為這隻火雞經常出現在士嘉堡馬路上 司機會怕撞到他,往往左閃右臂 對他、對司機來說都不安全 不過大家不用擔心 火雞不是被人捉了去吃 他是被多人多野生動物中心的人救了 和他做body check 錯步顯示他的健康沒問題 遲下就會被安排到一個安全的地方放生 火雞被救前 經常在401公路隔Warden Avenue一帶出現 本來居民都不想打擾他 但他周圍撞,有時撞一下車 有時又撞一下窗 總之弄到周圍撞亂 到處都是他的腳印 這還不止,由於他經常在馬路中間徘徊 多次駕駛被汽車撞到 危害居民和他自己的安全 續續兩個月,甚麼解救這隻火雞 哪裏都不去,只要留在士嘉堡 有人相信,可能是有些愛護動物的好心人 從車上向他拋圍食物 火雞劍找到食物便不捨得走 過去野生動物中心的工作人員和居民 多次嘗試拯救這隻大火雞 但因為他四處走,居無定所 所以一直未能成功 晚上要捉他就更難,因為他會爬樹 終於在昨天早上 他被發現走了上一部小型開篷貨車上 野生動物中心的人和警察 就一起合力救了他 為了迎接龍年 儀果電業在今個星期五、六日舉行大優惠 頭100位顧客可以獲得免稅 是免稅優惠 快點來儀果電業選購家電吧 還是先救人呢 安省倫敦市的34歲男子波洛克 去年他闖入溫沙士一間醫院的安寧死病房 故意跟一個快要離世的病人玩自拍 真是離譜到死人都要搞 結果現在他被控刑事騷擾罪 面臨最高刑罰的兩年監禁 他也算是醫錯在法庭上認罪 這麼離譜的玩法被揭發出來 是因為波洛克在社交媒體上發布了這張照片 當時他自己面帶微笑 和在安寧死病房的患者安德烈勒自拍 當時勒路已經躺在床上 沒有了知覺 身上連接著醫療生命監控設備 而勒路的家人之後就發現了這件事 波洛克是為什麼和怎樣去到溫沙 而且進了安德烈居住的安寧死病房 到現在仍然是個迷 他不認識安德烈 而在玩完自拍之後 波洛克還像中國武俠小說裡的寄簡流刀 擺下了一束鮮花和一張卡片 而安德烈被他玩完自拍之後幾個禮拜 亦如世長辭 安省法官霍恩布洛爾昨天下令 在舉行量刑工聽會前 要準備一份關於波洛克的判決前報告 助理檢測官霍姆斯 昨天在波洛克認罪後告訴法庭 這件事是引起極大的恐懼和擔憂 安德烈的成年女兒布利特勒魯被嚇壞了 布利特說因為這件事 他患上了創傷後應激障礙病情非常嚴重 嚴重都忘記自己的生日 不過在這件事上就揭出了布利特和波洛克原來早有過節 布利特和波洛克在社交媒體一個叫做驕傲活動之中彼此意見不同 布利特支持但波洛克反對 在自拍事件發生之前 當地電視台曾報道布利特安排在安德烈所住的醫院舉行婚禮 令到安德烈可以出席的消息 估計波洛克就是因為這樣而知道安德烈住在哪間醫院 於是走去玩自拍 布利特說這件事令到他很擔心自己的安全 但他也決定繼續發聲支持驕傲社區 他說我很害怕 但我一定要堅強起來 我不想被任何年輕人都害怕 波洛克的律師就告訴法官 辯方同意控方宣讀的事實 但波洛克絕對是沒有借參加驕傲集會和活動 來恐嚇或騷擾 這絕對不是他參加這些集會的目的 《書530》又主觀地說一句 有什麼印緣情仇都好 一人做事一人當 搞人定家人 而且還是一個快要去世的老人家 這就無論如何都趕不過去 農曆新年想買優質養生產品 那就要去港利行 他們不只有優惠 法奇森仲是百分百安省種植 自保養顏的燕窩棧 豐富膠原蛋白的海森 還有花膠、冰酒、各款海味 產品都有精美禮盒包裝 可以到第一廣場或萬禁廣場門店選購價 港利行連續12年成為 加拿大安省花奇森指定經銷商 現在在網站訂購 就送貨到全加拿大及全中國 養生健康、售選港利行 央行未加息之前 一些省市為了矮於樓價開正海外賣家稅 結果見不到樓價跌 樓價仍然照升 所以這個政策不能夠說失敗 但又趕不上成功 多倫多市政府現在又想用這個 不是成功又不是失敗的方法 去壓制地產投機活動 市政府工作人員將於下週二 向市長周志偉提交一份報告 提議引入城市非居民投機稅 初步的稅率是房屋賣價的10% 食用於在多倫多市購買住宅物業的外國人和企業 並於2025年1月1日起生效 市府表示 外國投機者令多倫多的房屋價格被推高到普通市民無力負擔 所以要採取壓制的措施 迫使他們從市場上洩出 這個政策和安省政府在2017年推出的外國賣家稅相似 周志偉的一位發言人昨日表示 市長會支持城市稅作為 握制房地產投機的多項政策工具之一 同時為多倫多市創造新的收入 估計到2025年 這個項目可以為市政府帶來額外1,500萬元的稅收 對於這個政策有什麼看法? 530引述加拿大替代政策中心高級研究員的話 他是這樣說的 這個政策對壓制樓價收效甚美 但對於政客來說 向沒有投票權的外國賣家徵稅 是最就手就有的政績 他還質疑為什麼市政府只打算把新稅的稅率定為10% 而安省海外賣家稅是25% 所以自2018年實施以來 安省涉及外國賣家的交易就減少了大約40% 為了健康的膽固醇 金流三支和血糖指標 有效調節血糖血脂代謝 品質駐造國際名牌 野花成就健康未來 野花排六豐膠總代理 加拿大王家甸年品有限公司 416-888-6868 好多人喜歡光顧大公司 覺得大公司設備齊 服務好 如果不是又怎會成為大公司呢 不過大家不要相信這些公司 尤其是在加拿大 記住有句話叫做店大就欺客 大公司整天都會欺負小股客 就像多倫多的胡女士般 她被安省最大的煤氣公司 無緣無随著收多了她三年的熱水爐租金 發覺後她追究 被對方打拼來踢去 走成她 等到他們踢不下去 回頭後 說胡女士為何不早的發現問題 胡女士說 她在2015年買了一間獨立屋 屋中的熱水爐 也是接觸業主 她不同過chest兩 carrier 偶向Getil產 簽署過任何租約 但狐女士仍是像以前的业主一样 每个月给21.79元的租金 因为热水炉的租金 当时是和煤气的账单合拼在一起 在头一两个月 狐女士看过账单后 就再无仔细地每一次都看 直到今年一月 因为煤气公司和Reliance要分担收钱 Reliance就不断向狐女士发出电子后件 所以他快点要给热水炉租金 起初狐女士以为是骗人的 所以他无理 直到对方说如果你再不交 我们就要向信用公司拒报 这样就会影响你的信用记录 这个时候狐女士才重视起这件事 他打开账单看看 发现分担收钱后 没有Reliance这个租劳费 但是煤气公司账单上 竟然是有另外一间热水炉公司 那间叫做Entercare 这间公司由2020年开始收它租 这就是说他家里一个热水炉 由2020年起 就一直给两间热水炉公司收租 收租34个月 狐女士说他足足给多了1100元 他说Reliance公司是由我买屋的时候 开始就在煤气单上 他们应该是合法收租的 而那间Entercare就是半路撒出来的 他怎样插进来的呢 Entercare公司又没有进行审核 他这样就同意代他收我钱的呢 狐女士打电话去Enbridge汇气公司 对方就说 你问Reliance或者Entercare 两间公司的答复都一样 就是说本公司与贵客来之前没有合约 不要紧 我们现在签一个合约就行了 胡女士说 签约签约 我跟谁签 难道我一间房子签两个热水炉吗 胡女士打电话给安省消费者服务厅 对方说这些商业豆腐 请胡女士自己去找律师解决 于是他去找联邦政府的相关部门 终于他拿到一个可以提供法律意见的 法律顾问热线电话 对方教了胡女士 怎样找煤气公司解决这个问题 达到法律意见出来 煤气公司才死死地气地 将这件事假定为是一个糾纷 向Reliance公司和Entercare公司同时去信 要这两方各自举证 说明自己一方才有资格向胡女士收取租金 煤气公司说 这个大概要等15天至60天才会有结果 不知要等多久 而那间Entercare公司现在还继续收紧我钱 胡女士现在想确定一下 就是那间Entercare公司是否收错钱 如果是的话 是不是应该如数退还 多收了1100元 煤气公司现在说我 为何你不早点发现问题 我跟他们说 我就是因为太过信你们 才不要仔细地看账账账 是你们把关不严 做什么你还要怪我回头 我怎么会想到你们会有这样的疏漏呢 就是Entercare公司 还向胡女士说 过去的纪录最多两年 就算追到 都最多追两年 不是追34个月 胡女士说 事情发生之后 煤气公司没有积极配合 但是就推卸责任 搞到我不停地和煤气公司 和另外两间热水炉公司商讨 被他们好像踢柯一样 踢来踢去 一件这么简单的事 搞了整个星期 都没有明确方向 幸好找到法律援助 才有初步结果 你说是不是 摆明欺负我们这些弱者 听完胡女士的经历 先不要管哪个对不对 大家快点看看 你家里的煤气废单 会不会又是一个热水炉 就被人收两个租 金收购免费评估 TIME ART 拍卖会 将于1月27日星期六举行 部分拍卖所得 将捐赠加拿大病同医院 请留蓝网址 联邦政府成立的 外国干预调查委员会今天宣布 将会调查印度 在加拿大过去两届大选里面 干预选举的情况 并且已经要求联邦政府 提供相关的文件 虽然委员会成立的时候 大家集中讨论中国干预的问题 但委员会去年公布调查范围的时候 就表示 会包括评估中国、俄罗斯、伊朗等国家 对2019年和2021年联邦选举的干预 声明说 委员会打算调查印度 在上述两次联邦大选中 可能发挥的作用 委员会定于下周一展开初步的聆讯 探讨向公众披露 国家安全机密资料 涉及到的挑战和限制 委员会会定在5月3日提交中期报告 年底提交最终报告 我是瓦佳净水Michael Chiu 疫情都未过 现在又说辐射水飘来 不过又不用太担心 大家好像平时那样 喝多点水 喝干净水 当然是喝我们瓦佳净水 多伦多市今晚最低气温是摄氏2度 明天最高气温是摄氏5度 但多伦多地区明天的普通无原汽油价格 会跌1线 每公升146.9线 黎智英案续審 恐慌围绕《苹果日报》英文版提问 恐慌展示 黎智英曾在WhatsApp群组织 向助手Mark Simon称 希望找到时任美副总统彭斯订阅《苹果英文版》 张建雄在庭上补充 黎智英曾吩咐Mark Simon找美国时任总统特朗普 副总统彭斯 和国务卿蓬佩奥订阅《苹果英文版》 希望对《苹果日报》提供到最大的政治保护 但计划不成功 因为他们是政要 他们的副款记录不能留在我们的网站 张建雄亦解释《苹果英文版》彩篇方针 至于黎智英曾称 不需要考虑向外国读者展示平衡不同颜色的观点 只需要集中报道黄营的观点 法官李运腾问 有关方针是否同样适用于《苹果中文版》 张建雄回应指《英文版》更加极端了很多 《苹果中文版》新闻较多样 不一定传为负面 张建雄又指 当时正值新冠疫情 黎智英认为 疫情令外国觉得中国这个政权是很多问题 希望作造中国共产党打压人权 隐瞒、无诚信的形象给外国读者 想给美国多些理由去对中国做一些敌对行动 黎智英曾经提出 对《苹果英文版》的期望 称希望令到《苹果》走向美国读者 希望美国人成为《苹果》和美国政治的杠杆 法官李运腾问及杠杆的意思 张建雄称 意指影响美国的民意 从而对美国政治产生作用 做些敌对行动可以帮到香港 以及保护到《苹果日报》 我是RD Uptown总裁Helen Chin Krischer 我们拥有安省自大的华人营业团队 RD Uptown是你的首选 可送本家好吃 我们选择 我太阳 had a σ子 省便的名额 我走到户内 我自己的懇点 我先从美国做出 不在不在意 我没做出 我还是请问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